8月,日时,刘欣宇等精彩天象会接连上演,石家装饰天文爱好者协会秘书长白石昨日表示,他们将是天气情况组织观测活动,发生在今日傍晚的日片时非常值得观测。 在世界上,全球范围内,每年至少会发生两次日时,日圈时和日环时迪剑时区域都很小,比较罕见,相比之下,日片时的可见范围要大得多,可见机会也更多,但是,我国北方地区很长时间没有看到过日时了。 以北京为例,上一次日时是六年多以前,因而今月的日片时非常值得期待。 这次日片时主要可见区域为北冰阳大部,北美洲北部,欧洲北部,以及包括我国北方地区在内的亚洲北部。 在石家庄,日片时出轨,发生在十八时十七分,石正是十八时五十四分,日落在十九时二十一分。 白石提醒广大市民,观测日时最好使用专业的日时观察场或日时观察镜。 如果没有的话,可以用电焊片,或至少两张X光片重叠起来进行观测。 虽然这次日是发生在傍晚,但也必须使用遮光装置,一定不要用肉眼直接观测,以防强光灼伤眼睛。 8月13日凌晨,也就是日片时后不到两天,天空加上演另一个精彩天象,阴仙座流星雨。 今年的阴仙座流星雨不会受到日光影响,因而观测条件还是相当不错的。 阴仙座流星雨是每年流量较大的流星雨之一。 辐射点位于秋夜星空的代表星座,因仙座天区内,在其活跃的八月中旬,辐射点会在地方时二十二十后升到比较理想的高度。 因此它在后半夜观测条件更好,在光污染较小,观测条件较佳的地区,极大期间每小时能看到,数十可因仙座流星雨的区内流星。 今年的极大期间,预计出现在八月十三日四时至十六时。 虽然这段时间,我国大部分地区都是白天,但十二日晚至十三日黎明天,仍是比较好的观测时机。 八月十八月将迎来2018年金星唯一一次大巨,机动大巨,也就是只从地球看过去。 金星在太阳东边,且距离太阳最远,此时金星避开了太阳的强光,是观测金星的好机会。 八月二十七日,水星将迎来它的西大巨,预计一直到九月上旬,水星的观测条件都不错。 白石表示,这几次天象发生期间,是天文爱好者协会,将是天气情况组织观测活动。 发布准备资讯,引领城市生活,关注更多资讯,下载无限时加装APP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感谢观看